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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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騙子的手段還要講一講 還有聲明 現在連經濟日報的標誌也沒有 所以大家希望留意 我並沒有開班 今天來講行業是升的也不少 現在跌的沒有什麼表現 就是這一批 你看到沒有什麼表現 好像半導體、補件、專門科技、軟件 全部的汽車都沒有什麼表現 這些一般來講 都是大家看到龍頭的股所在地 反之黃金、貴金屬 一般金屬鐵礦 煤炭也有些是排了頭位 所以這也是有些顛倒 大家要留意 恆生指數的是 周線 在一年的周線圖中 你看得到 都是自從起到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下來之後 就在這裏低位 白行 在日線圖上跌穿了一個中軸 從中軸底下整理 這個放大了一些 所以基本上 都是恆生指數 我個人看 都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一日未突穿了294 是比較困難去看到 不是 一日未突穿了296 是比較困難去看到 它真真正正正由處力去上升 有朋友問東風集團 東風集團 基本上在周線圖上 他們看到跌穿了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我們要怎樣看呢 在日線圖上 它就跌穿了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 它應該突破了8元 才可以看好 整體來說 東風集團都回調了很久 在現在的低位 是值得有些留意的價值 不過 是一定要突破了價位之後 才能追入 反之就不好 否則又不知道怎樣 這樣可能是怕著買完之後 它就跌下來這些位置 都可能突破了價 因為日線圖兩個月 有朋友問 這個中國海外弘洋集團 基本上在周線圖上 就試圖挑戰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因此它是有機會 條件是逐步上去的 但是需要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 它可能上破了4.5元 是比較好些 現在這個位置的時之中 在日線圖上 大家可以看到 上破了4.5元 就是這個位置 就可以向好方面走的 兩個月的日線圖方面 就是這樣 有朋友問東方電器 東方電器 東方電器 是一種很長遠地 是受到投資者 以前是關注 現在是小里的股票 以前的最高去到42元 現在最低去到3元 總共這個時間之中 用了十年時間 這個十年的跌浪 似乎是想打破了 十年跌浪打破 後面的升幅 可以不看得少 不是說它一定會升到四十幾元 而是可能 就算你不要說 由現在是七元 升到14元 這是一倍的利潤 升到21元 就會有三倍的利潤 所以這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這個是月線圖 周線圖 就是開始 升完這裡 有一點回調 日線圖 就視底了 就想回升 所以基本上 配合到這些東西 就覺得可以考慮 在現在現價級納 如果你有貨的 就繼續拿著它 看看它可不可以升到 7.2元 這個阻力位 如果升到7.2元 應該還可以繼續上去 有朋友問 中交建 中交建也是一個 有很多投資者心酸的股票 因為它也跌了很多很多 下跌了這麼多之後 就似乎想彈上去 回升上去 周線圖上 升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日線圖上 就試探討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這裡可能是原底 如果這裡 它是試探完之後 再上回到這個位置 就算上回到這個位置 它就會形成一個 原底突破 上面就望量度升幅 可以來到這裡 因此 如果是要吸納這個股票的話 我覺得 突破了4元之後 再想一想它 突破4元是什麼呢 4.06元是這個位置 所以突破了4元之後 再想一想它 希望它會上升多一點 然後有朋友問 康熙諾 6185 好了 這個股票 在周線圖上 看到這幾個星期 有些少回調 最基本是怎樣 因為升幅是頗多的 有很多國內的 重磅人物的加持 但是沒有用 還是要先下來下來 日線圖的時候 在通道中族之後 就會比較低 這裡基本上 在那裡上升 來到這裡 是回落 所以這個回調 是要想著 給它一些時間 日線圖兩個月的 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要推介的是 1398工商銀行 其實這個是大約 兩個禮拜前 我推介過一個是939 今天推介工商銀行 其實大家都是銀行板塊 為什麼工商銀行 今天會有一個比較亮麗的升幅呢 或者其實不止工商銀行 應該說 建行、交行、其他銀行都有 主要原因就是 郭樹清 銀保監 他昨天是有個講話 他說 第一 要維穩等等 要不要讓這個風險發生 另外他說了 兩個很重點 而都是對銀行 是有點利好的 第一個 他說 樓宇的貸款 所以 他的增幅 已經是回落了下來 不是樓宇貸款的增幅最多 而是被其他經濟項目的增幅 是跑了他的上面 還有一點 是八年以來 第一次的增幅 是低於其他經濟行業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 控制樓價 抑壓樓價上升 是有成的 第二件事 他說 很害怕風險 這些有些傳媒 特別是那些外國傳媒 就立鏈寫東西 他說 很害怕股市有風險 郭樹清說 他說 很害怕外圍股市有風險 是外圍 那些藩人寫 就寫說 怕股市有風險 一看 就以為寫 國內 郭樹清主要說什麼呢 他說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很多外壞帳都清了 清了外壞帳 又起這個 是借貸道風險可以控制得到 然後 他要求貸款方面 是給一些微小企業 新能源的企業 和綠色的行業 和民營企業 看得很清楚 他說這幾方面的發展 國企呢 沒有特別提到 即使說 郭樹清希望銀行業 向微小企業多借錢 新興的經濟多借錢 綠色的經濟多借錢 還有外壞帳是能控制到 也要求你撇掉 接著 流房的貸款 增幅 是能控制到 即使什麼呢 有些人就會認為 他這樣說 始終吹水 不過郭樹清有數據給你 正確的市場解讀呢 昨天 說完之後 出完之後 出了新聞 昨天市場 是不懂得反應的 到今天 所有銀行板塊 基本上升 所以 我之前曾經說過 939是值得去吸納 由於大跌市 所以拖了下來 前幾天 我不記得是大摩 還是小摩 他說 939可以上望8元 6元 望8元 是開了三分之一的高度 其實 939會升 工行也會升 由於我之前已經介紹了939 所以我們不能再考慮939 就只用公行來說 其實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自己會看 這個是工行的日線6個月圖 如果是周線 提示一下 這是日線6個月圖 日線2個月圖 它就可以慢慢向好 另外一件事 就是 當然 它能夠突穿到5.4這個位置 就更加上亡 不過 暫時要先站5.1 站3天 即使不再跌下來 站上來這裡 站上來這裡 這個 就是保利亞通道的中軸是5元 所以我要求是5.1 在這點就可以再升上去 這個是今天投資市場 給出來對郭樹清昨天所發表言論的反應 其實郭樹清 易江 還有這個是證監的主席 還有馬進 這四大金剛 暫時都是主理了 中國方面的樓房 房貸 銀子 銀行 還有保險 他們方面的生死 的權起他們那裡 他們當然不會是隨便去捏死他 或者隨便去支持他 尤其是對他來說 是嚴控風險 對於現在全球的金融市場 最大的就是無罪的資本的擴展 還有一件事就是有風險 而看不到 現在既然是要立即看風險 這也是很多投資者害怕的事 即是我們怎樣看風險呢 我們的數據很少 若然郭樹清也是跟你在看風險的話 再散戶就不用那麼害怕 因為郭樹清建大廳 起這點我就會覺得 浪銀股是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這是過去十天 我推介過的股票紀錄 有些譬如中芯國際 以及之前有一個拖位機 怎樣呢 就是未到的買入價 已經升上去的目標價 變成這樣 就是一樣 這個呢 這個呢 過往曾經由今年的 是由這個十二月七日開始 總共的推介過 是四十七隻股票 有些那些 未買入已經度假的那些 是不算在內的 大象有三十八隻 有些是微利 有九隻是輸了錢的 總共的成績就是這樣 這裏就是十天之內 曾經答過讀者的提問 在這點大家可以看看 有沒有是你想要看的股票 在這點可以作為少些參考 時間上面有些是差距的 作為一個參考可以大家去想想 因為反正投資一定要獨立思考 好 今天很多謝大家